您自己认为造成四中全会难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尤其是为什么有分析人士把目前这种状态和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延迟召开的情景相比较 首先2018年中共的中央全会出现了非正常的状况 在年初连续举行了两次中央全会 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 本来三中全会应该在年底举行 而四中全会应该在2019年的年底举行 那么之所以举行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连续举行 使习近平要强行修宪这个叫做什么霸王印上工 当时这个修宪通过这个取消国家属于任期制 既不是二中全会的产品 也不是三中全会的决议 而是习近平的习家军强行在中间选了个日期 在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在二月份做了一份文件 但署名却落款出落成一月份 就是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叫做绑架中央委员会 之后经过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在两会上强行修宪 这个事情党内造成重大的震动 成了这个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分水力和转折点 习近平的声望是由胜转衰 权力于由强转弱表面上强化 在民间是他的名望重点 在党内是大不受欢迎 党心关心全失静思 靠习家军强行执政 习家军在地方上拥有多数 地方首长和这个中央委会政治局里面 拥有60%的多数强行执政 所以这是三中全会二中全会 连续举行是不正常 四中全会为什么这个应该在2019年均保的2018年 因为二中全三中全你都搞了 那么还有一个要谈经济的四中全会 就应该谈法治和金融的金 就应该在这个年底举行 所以说四中全会在10月份就传出风声 但是拖到说11月 后来又说中美贸易谈判之后 又拖到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后 但一直没有召开 事实上是发生了激烈的这个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高层的分歧 关起门来这种纷争这种争议的时候远超外界的想象 以至于有些会议都不能够拿笔记录 不准带水杯 不准带笔带纸 不准挂横斧 所以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 是否跟当时的三中全会相比较 有两个可以比较 跟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的 这个中央全会的比较 还有跟华各锋时代 受到邓小平的威胁比较 习近平建立中间 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 他没有华各锋这么弱 他建立中间 毛泽东是受到党内同僚的批评和清算 但毛泽东凭借他的独裁 反而把其他人打倒 通过所谓民主生活 把彭德怀给打倒 然后华各锋是被政治老人所罢备 罢处排挤 习近平建立中间 他本来要被政治老人或者其他人所罢免 但他比华各锋强 掌握了很多军情特务 或者是监控系统 所以他强行罢位 但他又没有毛泽东那么强 他又不能把别的人全打倒 因此他就在改革开放前夕 说了一句话叫做 反腐取得压倒性态势 就暗示不要反腐了 我不反腐了 我不搞高层反腐 我不搞党内反腐了 可以吧 你们不要再搞我了 我也不搞你们 所以现在中共党内成拉锯战 这就是四中全会难缠的背景 好的 威比周先生 我们知道四中全会 没有按照外界预期 在去年11月召开的时候 曾经有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团队 是希望看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之后 再制定这个对美的策略 那么在G20特席会之后 又有人分析说 习近平做出重大的让步 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 这个敌对政策的升级 从而也暂时稳固了 他自己的权利 你认为美中贸易战 和这个四中全会 不断推迟 有没有一些关系 对 这个当然是关系 我觉得这个关系还蛮大的 而且从一开始 这个中共团队 基本上对美国就误算 这误算是全方面的误算的灾难 第一个对川普本人的误算 那么这个对川普本身的 这个个性也好 或者这个决策模式也好 或者他周围的人也好 他根本是完全没有理解 没有了解到的误算 而且变成是这个 建招拆招的这个做法 没有一贯性的做法 第二个 他如果把这个整个观念 整个这个对美国跟经贸之间 把它压在所谓去年11月 这个其中选举的话 又是一个大错 为什么呢 如果11月援举 就像现在讲 昨天今天 今天这个刚刚看到 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头版 你看得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波洛西当上这个众院议长 昨天这个众院议会选举改选 最后这个波洛西民主党的 这个当选的众院议长 波洛西是何其人远 是对中国 对中共最具有人权批评的 最高的声音 等于可以说是在美国国会里头 对中国恶劣人权批评的 最佳代表 那么这样子的人 现在主持这个国会 国会的这个众院 觉得对中国经贸会有好处吗 如果他认为是说 我们要等到川普赢或输 来来决定经贸的 这个美中经贸的走法的话 这显然又是误算 如果川普赢的话 那么川普就有更大的力量 加注这个预算 如果川普输就像现在 然后变成这个波洛西 主导众院的话 那么这个公式只会加强 不会减少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如果说都是要等待这个 所谓选举结果来做的话 员也好 或者技术转员也好 这些所有的地方 你在一个月之内 你要做出让步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看得出来 这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决定 他没有办法对美国经贸问题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之后 涉及到后面所有这些党太子 红二代 三代二代 这个所有这个利益链的分配 比如你管农业 我管鱼业 你管金融 我管这个东西 你管石油 这一辣串的这个东西 都没有好好去了解 去分析 这里头一定造成很大的分析 这是本身 就这个经贸这一面来讲 那么同时 如果在这一方面 如果产生了这种所谓副作用 意思是说 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样子的 这个决策模式 那么对于中国这个本身民主 这个政治改革 到底这个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这样做下去的话 都是这样子搞的话 那中国的这个 未来的政治跟经济发展 怎么可能会有健康的前途呢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我想心 我相信这个地方面卡在了 所以这个四中全会卡在这边 但话又说回来 因为这些问题 如果纯粹从经贸问题解决的话 它可以在两次的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做一个大致性的解决 但是这里头所产生出来的 政治效果 跟政治上的这种纷争跟议论 它显然不可能靠两次 中央经济会议 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可以解决掉的 这也是为什么四中全会 现在一直卡到出不来的原因 好的 夏平教授 您的看法是什么 四中全会搞不定的原因 对 我认为了 刚才魏比德鲁先生讲的 有非常大的一个道理 在于中国的发展 它作为一个 考虑14亿人口的发展 有它的主体的利益 不是看着外国的 就是指挤点点来进行的 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 那么尤其是习近平目前 为了一党的利益 为了个人的权利利益 其实不断地在跟各国 做这种所谓的妥协让步 妥协让步其实是应该 根据中国人的利益 根据中国人的长期的自由 民主发展 和中国人的富裕发展 来制定的 那么跟其他国家合作 而不是在 就是说跟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被动地进行各种让步 而这种让步 又没有经过中国的思想界 和中国的人大最高权力机构 经过中国人民的讨论和参与和决定 那么这当然是会伤害中国人的利益的 那么另外我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开会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我们有重大的决策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有 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就可以召开了 那么现在它没有团结 胜利的大会 就是它没办法做出决策 那么这是中共 就是在内部权力斗争 那么陷入一个 就是胶着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 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为什么那个十九届四中全会 应该召开 因为就是说 十九届四中全会 如果能召开 能够对中国的内政 外交和中美的这些危机 那么提出个系统的方略和思考 而且明年 就今年了 三月份又有两会的召开 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系统 然后进入到全国的 两会的这个执政系统 能够给中国了一个全方位的检讨 和制定出一个周全的 未来的走向蓝图 那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中共现在连这个 自己的那个全会都没法搞定的话 我真的担心 未来中国的路 恐怕是没办法那个找清楚 好的 陈伯工先生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他这个新年致辞里面 一方面是谈这个改革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一方面又谈要自力更生 很多人认为这个发出了矛盾的信息 也显示他自己好像是真的是在政策方面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 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提法 自力更生是毛泽东的提法 这显示了习近平是江朗财经前率纪穷 根本没有他自己的东西 但这两个提法都是表面化的 实际上他既做不到自力更生 回不到过去的老路上 又做不到改革开放 事实上习近平做出了三个连续的宣誓 叫做不反腐不改革据民主 这个不反腐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周年 我刚才提到 四周年前夕所说的反腐取的压倒性态势 就是不反腐的这个宣誓 然后安慰安抚党内各派和政治老人 然后不改革的宣言是在 改革开放四周年大会上做出的 他的做出是由这两句话 他说能改的该改的坚决改 不能改的不该改的坚决不改 结果经过数学计算 发现百分之七十五都不能改 因为什么呢 只有符合两个条件你才能改 就是能改的该改的你就改 这百分之二十五 另外三种情况你都不能改 就是不能改的不该改的就不能改 这个不该改的能改的你不能改 该改的你不能改的也不能改 共占百分之七十五 四分之三不能改 也就是不改革宣言 之后对台湾讲话又发出了巨民主宣言 也就是说这个两岸 这个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 明明这是最大的障碍 两岸制度不是最大的障碍 如果中国不能民主化 是对台湾毫无说服力 所谓一国两制推到台湾是什么 那就中共在香港做的模式要推到台湾 那就是这个台湾就会变成 中共全国的洗钱中心 因为就像中共在香港做的那样 然后台湾就会出现 中共跨境绑架 跨境抓捕的事情 就跟中共在香港跨境抓捕 抓捕书商 跨境抓捕商人一样 然后中共就会扼杀台湾的 这个新闻出版和这个禁书市场 就跟中共在香港所干的那样 中共就会扼杀台湾的民主 就跟中共在香港所阻挠的 这个双普选一样 所以一国两制臭名昭著他还在推 真是江南财经潜力竞雄 这一届领导人是最没有本事的 这个习近平这一届政府呢 也是最近文革之后 最不受欢迎的中共领导层 因为这个不受欢迎的同时 不是在民间的问题 民间不受欢迎 倒罢了是党内最不受欢迎 所以现在的党员官员明显不满 所以我刚才提到我做个修正 我说他在中央委员会 占百分之六十其实不是 是在中央政治局里面 占百分之六十的人选 常委他没有占多数 中央委员会没战斗 所以为什么他要绑架中央委员会 去搞这个修宪 政治局为什么他举行个政治局会议呢 因为里面的地方首长 组成的这个政治局 习家军战坊之六十 他搞了一个批评 一个自我批评 让大家互相批评 让大家自我批评 来这个转移这个矛盾 斗争焦点 所以说习近平在党内 不受欢迎的时候 非常惊人 如果说四中全会难产 而习近平这个极左路线 不能得到的纠正 证明中共的纠错机制已经失灵 现在已经不是改革的问题 而是革命的问题 好的 说到这个纠错的机制 魏比朱先生 我们知道在G20 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上 习近平一个人滔滔不绝的 讲了几十分钟 据说让美国的方面非常的震惊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显示在这个习近平极端的 这个个人威权下面 这个过去几年 中国这个基层戴政的现象 已经蔓延到中高层 现在连高层官员 在他周围也不敢说话 也是鸦雀无声了 那么就是有人就认为 习近平现在这个决策 几乎完全排除了 所有这个体制性的智囊 和这个任何的这个纠错的机制 我想听听 您觉得这个看法是不是有道理 对 当然我们这个消息不是那么透明 我们不能够掌握到说 习近平现在到底问过什么人 在他这个决策机制里头 有些人跟他什么样的人 跟他提供什么样的意见 这方面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像过去大家知道说 王沪宁所领导的这个班子 可能会产生影响 不过现在看不出 王沪宁的影响力在哪里 譬如拿这个刚刚讲 掏刀不绝讲的这个几十分钟 当然这个是皮特纳瓦 做出来这个观察 就美国这个在场的贸易代表 大家都很惊奇 其实这个虽然没有透露出来 说他到底讲了什么 不过我们从他后面 这个12月1号 这个讲完话之后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可以知道说 他无非是在解释 无非在解释 他做这些动作 对美国会有什么好处 我想大部分的说法 是在这一方面 然后让美国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事实上 那个所提出来 140多项这个东西 基本上在去年 在去年5月6月的时候 基本上都提过了 那么这一次 是习近平自己本身 把这个所谓100多项东西 大概把这个再说一遍 希望能够说服美国说 这个是他们所提出来 具有非常诚意的 这一部分来讲 美国当然说 欢迎你这样讲 我们当然可以收 但是事实上 你能不能够旅行 能不能够执行 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刚刚提到 从12月1号这个决策 这个时机跟美国选举 结果是蛮近的 所以中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 跟美国之间达成一个 12月1号见面 这个时间的挫张 也是相当短的 在党里头来讲 他或者他决策机制里头来讲 都没有很快可以形成 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 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 就变成习近平自己 本人的意见了 加上习近平自己被卡住了 被川普一天到晚拿话套住 说是我的关系最好 我的朋友最好 我们谈话最多 他变成习近平变得有一点 他如果没有获得党内 百分之百授权的话 他跟这个川普之间 达成任何协议 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必须借这个时间 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他跟习近平到底 跟这个川普之间 达成什么协议了 所以习近平今天 跟川普之间 从川普角度来讲 说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以至于达成各种默契的话 那么显然习近平是没有办法 回去跟党内百分之百交代 所以这些事情 习近平必须去了解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答应了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是拖住 他后面的一个真正必须去 包括四中全院也好 四中全会也好 或其他这个决策机构的 这种形成也好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解释问题 好的 最后只有请夏明教授 来发表一下看法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最近不断地有中国的知识分子 对习近平的政策 表示公开的不满 最近百位知识分子 提出改革四十周年敢言 然后再加上许章润等等 这些学者教授 不停地对经济政治改革开放等等 提出对习近平的批评 那么显得有点不同寻常 因为突然之间 好像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批评习近平的声音特别的多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 我认为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 基本上都是80年代 受过80年代洗礼的 而且也是在邓小平的 恢复高考政策后成长起来的 我可以这样说了 今天是中国的不仅是底层的老百姓 面对着一个最具有风险的一个时刻 而且可能是对中国的这些 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的 尤其是知识分子 我觉得是一个生死关头 所以他们发出这种故意 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 而且这里边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就是他们所表现出的 对普世价值的接受和认同 对中国走向更民主 更多元 更开放的这些期盼 这点跟习近平目前的道性意识 形成强烈的反差 所以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 他现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面临的挑战 首先从思想上的混乱 从思想上的不统一了 那么开始出现 我认为习近平是 我觉得是他的权力 如果在衰微的话 恐怕知识分子全面的反抗了 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公开的 一个他的权力 稍微的一个表现 好的 陈伯宫先生 您有20秒的时间 对这个问题也做一下点评 您的看法是什么 100个知识分子 在这个60 30年前 发生要求政治改革 50个经济论台 50个经济论台 大多数人反对现行政策 还有其他的学者纷纷站出来 比如说许章润 这个吴敬莲 这个梁云祥 还有这个郑野夫 甚至要求中共干出历史舞台 这些都是中国知识阶层 精英阶层 中产阶级 整个中国社会 中枢的一个呼声 我希望习近平当局 不要从而不为 否则的话 面临悬崖深渊的 不是中国人民 而是习近平当局